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ATCHAN談賽馬的時間 昨天賽事提高的心水 兩隻NATCHAN馬膽就相當聖神 牢牢聖2.9倍 刺熱滿 跑第一 賬王6.5倍 刺熱滿 都是跑第一 昨天都收到很多訊息 大家買這些過關WINPAY都收到非常之開心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兩隻NATCHAN冷腳一會再慢慢說 這四隻馬的表現 NATCHAN冷腳近來也是 敬歷十足游第五 整天第五的冷腳 請讓路一會再說 整體來說 希望繼續拍NATCHAN冷腳 那當然啦 眾的頻率高些會好些 雖然不是頻率高 但希望給大家一個參考價值 那今天話題有很多 待會再慢慢說 因為多不勝數 但我會抽些來說 有一些會留在今晚稍後時間 在NATCHAN直播談賽馬上說 即直播計馬上說 因為需要太多東西要說 那這段影片當然會 除了一段比較焦點的新聞之外 回顧昨天賽事成績 備忘馬 還有現在會說一下 星期三的高出賽獄 就是第五場的想見你 一隻 好 那進入正題先 昨天 有幾個題目想說 但有些會留在今晚說 因為我自己想研究一下 尤其是金槍六十 還有很多年前 都很多年前 蔡明紹其實加州萬里的比較 加州萬里 我想認真再看幾段影片 加州萬里 印象中他的跑法 就多變少少少 蔡明紹 何宅堯金槍六十 就沒有那麼多變 那當然 這個是比較不完全一致 為什麼不完全一致 因為 金槍六十 馬王之中的馬王 怕輸的程度 多過蔡明紹 加州萬里 可不可以這樣說 真的這樣說 但是 都值得去研究一下 另外 大家都看社交媒體 葉楚漢就確診了 那 看看接下來馬會 可不可以控制得住 那個疫情 那 但是 其實都 慢慢 今晚再探討這個話題 但是 大家 那一個問題 就是 假設 要全民檢測 都應該事在必行 馬會的工作 是不是可以運行到 這個 很大的問題 這個真的 那 所以 大家有一定的心理準備 可能會有一段時間 蔡馬會受影響 那 這個 都沒有辦法 總之 每次蔡馬日 都當作最後一個蔡馬日 去量 總之 這些話題 今晚直播計馬再談談 那 就 想探討一下 張王說 這段新聞稿 我覺得多值得探討 這個賽後分析就是講 中文版 今晚 中文版 英文版 英文版 我覺得再 更加有這個喚味 因為 你知道偉達和 薛恩都是 英文人 那 當然 寫文那個 都是英文人 那 當然 反正中文沒有 神髓差一點點 但是 都已經 挺好看的 那我們看看偉達說什麼 那 他說 有些 我覺得值得 他說 下雨 絕對加強了偉大的信心 然後他說 試完草地之後 非常大的信心 他打給薛恩說 你的機會來了 飛雲來了 他打給薛恩 然後就看看 那當然 他說 雖然下雨 增加了信心 但是對著金槍60 這些馬王 你永遠不敢說 有必勝的把握 然後 偉達就開始 分享 他的辛酸 他說 好馬自然搶手 但是好馬往往也需要 給予時間 尤其是來自歐洲的馬匹 通常他經過一個馬匹 更多時間 升級新環境 然後才會踏上正軌 然後 所以 他就解釋 其實他 有很多時候 不知道後來有沒有說 有很多 啊 先 他説 他試一筆具質素好馬 只是向來 較關快場地上 跑來感覺不太相信 現在已完全適應 那 馬兒目前已完全適應 所以就好 即使我感到有壓力 我一直沒有改變訓練他的方法 我也沒有過分吹逼他 簡單來說 之前其實他都受到很大壓力的 帳王上規 大家 這隻 幾具名氣的上規 跑來跑打比 然後 輸了 僅僅輸給達深星 那 達深星昨天都很不幸 要人道毀滅 在賽事上受傷 那 這段中文稿 未反映到偉達承受的壓力 那 今晚我們再看英文稿 但是他已經說得一個非常之好 他還有一點 說得很好的 就是說 我在這裡拆棋了22、23年 他知道在綿綿細雨之下 是長地有什麼分別 下大雨的時候 雨水會衝過跑道流走 所以疏水會比較快 大雨的時候一突發進去 穿過那些 那些 那些結構是怎麼樣 穿過泥土 這樣就疏水了 但是那些綿綿細雨 如果雨水 雨點 留在草上面 跑道完全不同, 这个是伟大, 说得够精净, 但是我们这些听听, 哪有这么容易, 下完雨还要分, 雨又没有冲下去, 还是绵绵细雨, 留在草面上, 这样都研究了, 真是一个很伟大的承受, 但是这些就值得听, 有insight, 有真知卓健, 好,看看世音说什么, 这里是伟大, 在沙圈里和世音说, 我曾经有数个不同的想法, 观点在亮相圈时, 世音向我说, 若我选择贴难竞跑, 你觉得怎样? 你上次以采取此跑法, 早段靠难竞跑, 你又何需改变跑法? 只要你有一匹好马在手, 又何需走出外碟? 只要你有一匹好马在手, 又何需走出外碟? 真是语重心诚, 接下来看看, 舍恩今场的发挥确实是事性关键, 在高水准的场合中, 当骑士充满信心识, 按常人的发挥, 往往是胜负分野, 当骑士充满信心识, 大家看到贺宅近两场的发挥, 上一场, 大家知道我的意见, 他有意无意, 削弱了金春六十的跑法, 不知道是不是有心, 但今场, 全程外跌, 不是充满信心, 就是胜负的关键, 好, 先看看, 舍恩多谢韦达继续坚持容许他, 没有受到其他压力, 马主也多谢马主的支持, 今天胜利作出回报, 何宅耀也有话说, 何宅耀说什么呢? 他说, 无需置疑, 今日的场地状况是拜恩之一, 与此同事对手, 他说, 由于潘顿的座期, 幸福少蓉在倒退中, 他需要繞一两区上前, 我无可避免在外搭取毁, 无可避免在外搭取毁, 其实, 不是那一刻, 幸福少蓉退下来, 那一刻退下来, 你当然无可避免上前, 如果你早点, 是一开门, 第一百米已经断定了一切, 后福少蓉有没有退下来, 你想不想他继续上去, 其实一早已经是确定了, 不要说后福少蓉退下来, 你要继续出去说, 是你的跑法, 和你惯性的跑法都是外搭走, 而且你一早设计的位置, 你都想着外搭走, 所以你说这件事, 我觉得有少少不同意, 你还要说是, 无可避免, 无可避免, 我觉得是有得避免的,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但是何志佑都说, 他金匠的走势, 都是依然良好的, 分享了这段新闻稿, 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但是今晚直播计码, 直播谈菜马, 再和大家论论英文, 英文有些词会, 用得更绝妙, 我们今晚再看看, 好, 回过昨天赛事先, 第一场, 一创马扔老老城, 蔡明兆发挥, 非常正常合格, 正正常上发挥, 不需要太超水准发挥, 马就赢了回来, 其实四重彩, 谁人都重来, 老老城汤刚才拍不当过, 被快逆线炒获了第三, 但不要紧, 这条Q81元,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分的, 这条Q81元, 老老城发挥正常, 第二场, 杨明兆做到我所想的事情, 但是, 我隔夜, 也不知道, 一来就看到, 逆风, 直路, 东北风, 十几公里 per hour, 没办法, 一入到直路, 太早出头就死定了, 那杨明兆都是, 直路就吃了风, 吃了风, 你输多少码位, 输三个半码位, 至少杨明兆做到我想做的事情, 就是放逃, 尽力放逃, 你不要逐一逐一逐一留, 不放不放, 昨天长地不理放逃, 不要紧, 落败, 但是, 继续留意, 我觉得就不需要这么早放逃, 昨天都明显不理放逃, 尤其是头几场, 风速还是十几公里, 正正的东北风, 中段有些场次, 如果大家有看天文台的报告, 中段有些场次就, 有些不同的, 头几场都是东北风, 风速比较高, 那么, 第五场, 避忘马, 我想说再大, 再大, 就在前面放逃得非常快, 但是, 这只马都沉了很久, 昨天不知是否有些地, 就不知是否有些地, 总之就直连走, 近吧, 分数也减了很多, 昨天快步速地放回来, 早段是出头过早, 又是出风, 回来也感到第四, 我觉得表现不弯了, 是在下场可以開始留意, 就是减了很多分, 上季还57分, 现在也有52分, 昨天应该不知道会否减分, 未出来可能再减两分, 50分左右 63分都输短马头位上跪 其实这些马差不多是时候 留意一下再达一达备马马 第八场账王都不太多顺势说了 大家看这个频道 我也说了 我起码说了几个礼拜 账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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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账王 都要是多谢金春六十 不是多谢金春六十会输 是多谢金春六十的报名 跑这场二千位 和很有趣呢 今春六十是1.4倍 今次还会6.5倍 都无随着多说 级数相当硬 庄 genugfe mud 已经提到了 所有司会工作 香港账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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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也要买到14元 那就真是 謝謝 65元 大家都進度很開心 這個頻道的朋友 恭喜你們 最後一場競技十足 CN都盡力跑了 快步速他都不放頭 接著如果大家有看片 放了金像飛凡 等多了幾秒才拉出來衝 但隻馬的能力 首先放了快步速 能力亦不及金像飛凡 跑第五 黃和福掌在後面再賺少少 如果你跟金像飛凡比較 能力可能差金像飛凡少少 就跑到第五 希望未來的冷卻 不要第五 頭三甲甚至晚上 今集時間差不多 今晚再有個直播繼馬 到時再跟大家聊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我和我分析 如果喜歡的話給個like 和讚 和分享一段影片給朋友 看看宣傳一下頻道 如果大家對我異常分析 看到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想簡單不支持我 都可以在這段Youtube影片 留言留言 留言留言分享 我都相當高興 大家多留一些言 我又多留一些回覆 Youtube的演算法 就會更加推我這段影片 給更多的朋友看 大家知道我一來一渠道 發放在臨場分析的每場賽事 十分鐘之前都會說 如果大家想收到訊息 來到Face page netchain談賽馬 和我致電告示留言 可以盡快 發揮一個臨場分析的訊息 給大家看 看看是否要參與 或者進入這個 netchain談賽馬 我介紹由漢股市的group 進入去之後 你會知道怎樣聯絡我 去拿一些臨場分析的訊息 最後希望大家來到我Youtube頻道 先看看 youtube.com youtube.com 好 netchain談賽馬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 還有按鈴鐺 按全部 訂閱我所有的新影片 你都有通知或有鈴鐺 大家可以知道 多謝你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